好 姐姐要杀我吗 既然吕劝不听 只好将你绑回江北 好啊 来 让碧月巫带着我的尸首回去便是 大小姐若是怪罪 请杀了月巫 妾莫伤害少主 跟我来 我初入南都时在此落脚 这屋子出过命案也有些唬人的传闻 方圆极里闲有人来 你们暂且在此安顿 不要回客栈 以免被官兵发现 姐 先别走 我们好久没好好说说话了 月巫去外面守着 接 来 来 给 想想我们姐弟二人 从小居无定所 跟着阿娘四处奔波 他又忙着打理阁中事务 我们在外遇到毒虫瘾兽 或遭官兵追捕 多少次死里逃生 都是姐替我避在当火 姐 当初你为何不靠耳边 你可这三年 我是如何过的 我当初为何离开 你不知情 当真老糊涂 当初是谁中用南宫放 带到局势失控 叫拿七生女儿来做交易 不可胡言 我哪句说错了 若非她手术两端 酿人今日祸患 姐姐如何会有 这样难堪境遇 阿娘向来以大局为重 不论儿女私情 当年的境况 她也别无选择 什么别无选择 当年她接二连三仓促起事 多少亦是惨死尾巢 官兵到下 凌渊因此重创 这才重用南宫放 筹集资金稳定局势 全是她混账杰出 此事不可再提 当年阿娘接连起事 亦是为了稳固 抠家在阁中地位 那些事情错综复杂 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 姐 她对你如此绝情 你却百般维护她 她是我娘 我只有你们两个亲人 亚难 你是我现在 唯一可以相信的人 我还有一事不明 你我都为对付南宫放 替陵员打破死局 如今眼看夜宵已在悬崖边上 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解决她 你为何横架阻拦 你要将夜宵推下悬崖 自己将站在何处 我 你可知公子相亦猜到 你栽赃莫不凡 乃是另有所图 断定截夺官传 并非只为银子 就算她猜到此处 那有什么好 你还不明白 如此下去 她很快会发现 南都城除了夜宵 还有另一股陵渊势力 姐 你把这公子相说的神乎其神 简直多智而尽妖啊 你若对她了解异性半点 就知我并未夸张 姐 你莫不是中了她的蛊惑吧 可纵使她有通天本领 不还是被你给骗了 我看她对你倒是在意得很 不说这些 此事你听我的 行 那我静观其变 但有一场 我待碧月无出城便是 你最好立刻就走 不行 我不能留你一人与他们周旋 你想想看 我知晓夜宵所有部署 你掌握云香一举一动 你我联手何丑大事不成